我要用恐怖征服世界 这句话,出自传奇漫画家C2英雄之口 充分体现了他毕生的热情和创作生涯背后的动力 令人惋惜的是,C2老师最近离开了我们 但他作为恐怖漫画界Undisputed King的传奇将永远流传 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深深地烙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脑海中 塞图老师的作品以怪诞的画面、心理折磨和超自然的含义为特征 超越了恐怖漫画类型的界限 他的漫画不仅仅是为了吓唬读者 而是深入探讨了人类心灵最黑暗的角落 探索了孤独、恐惧和社会焦虑的主题 他巧妙地将恐怖元素与科幻、民间传说甚至幽默融为一体 创造出一种独特而令人难忘的风格 吸引了全世界的读者 西图对漫画和恐怖世界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他的作品为无数追随他脚步的艺术家提供了重要的灵感来源 西图一雄的创作生涯始于20世纪50年代 当时他还是一名年轻的漫画家 试图在竞争激烈的漫画行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的早期作品虽然没有现在那么恐怖 但已经展现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对细节的关注 随着时间的推移 西图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开始创作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他的代表作《漂流教室》和《蛇少女》不仅在日本 也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大量粉丝 这些作品不仅仅是恐怖故事 更是对人性和社会问题的深刻探讨 西图的影响力不仅限于漫画界 他的作品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舞台剧 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力 他的恐怖风格也影响了许多其他艺术形式 包括文学、音乐和视觉艺术 西图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吓唬人 更是为了让人思考 让人们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 他的作品让人们意识到恐怖不仅仅是外在的 更是内心的 通过他的作品 西图一雄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心灵的黑暗面 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光明和希望 塞图一雄不仅以他的作品闻名 他的个人形象也同样令人难忘 他那标志性的红白条纹衬衫和独特的发型 成为了他个人品牌的一部分 他的形象不仅仅是一个漫画家 更是一个文化偶像 西图一雄的离世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但他的作品和影响力将永远存在 他的恐怖故事将继续撒唬和启发未来的读者 他的艺术风格将继续影响未来的艺术家 海图一雄用恐怖征服了世界 他的传奇将永远流传 1936年 三图一雄出生于日本河戈山县 他从小就对恐怖事物着迷 他被日本民间传说中妖怪的怪弹故事所吸引 并发现自己被那些恐怖和奇异的事物所吸引 这种早期的迷恋为他日后成为恐怖漫画大师奠定的基础 三图的艺术之旅始于他的青少年时期 他从漫画之神手中之虫等先锋漫画家那里汲取灵感 他磨练了自己的记忆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 将怪弹的图像与卡通式的幽默融为一体 1955年 199岁的西图以漫画《另一个世界》正式出道 这标志着他漫长而辉煌的职业生涯的开始 在此期间 他创作了一些有史以来最具标志性和最恐怖的漫画系列 《漂流教室》 是西图英雄最著名 最经久不衰的作品之一 这部讲述生存恐怖的惊悚故事几十年来 一直令读者毛骨悚然 这部漫画出版于1972年 讲述了一所小学神秘的被传送到一个荒凉的后世界末日的故事 故事讲述了学生和老师在这个噩梦般的新现实中挣扎求生的故事 他们不仅要面对饥饿和干渴的恐怖 还要面对孤立无缘的心理折磨 以及邪恶的超自然力量的出现 《漂流教室》是悬疑和恐怖的大事迹作品 西图通过其幽闭恐怖的艺术作品 以及角色陷入疯狂和绝望的境地 巧妙地营造了紧张和恐惧的气氛 这部漫画对社会崩溃、人性 以及文明脆弱性的主题探索引起了读者们的强烈功名 巩固了其作为该类型经典作品的地位 然而 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恐怖故事 它深入探讨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行为和心理状态 西图一雄通过细腻的笔触 描绘了角色们在绝望中的挣扎 和他们逐渐失去理智的过程 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性格 这使得他们的命运更加引人入胜 读者们不仅仅是被故事情节所吸引 更是被角色们的情感和心理变化所大动 在漂流教室中 西图一雄巧妙地运用了对比手法 将平静的校园生活与恐怖的末日景象相结合 营造出一种强烈的反差效果 这种对比不仅增强了故事的紧张感 也使得读者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 紫森们的绝望和无助 哈图一雄的艺术风格独特 他擅长通过细腻的线条和阴影 营造出一种压抑和恐怖的氛围 每一幅画面都充满了细节 仿佛读者们可以亲身感受到 Josem的恐惧和痛苦 此外,漂流教室 还探讨了社会崩溃和人性的脆弱性 在极端环境下 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规范被彻底颠覆 Josem们不得不面对内心的黑暗面 C2一雄通过这些情节 揭示了人类在极端情况下的真实面貌 这种对人性的深刻剖析 使得漂流教室不仅仅是一部恐怖漫画 更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 总的来说 漂流教室是一部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典之作 他不仅在恐怖和悬疑方面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更通过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探讨 引发了读者们的深思 C2一雄通过这部作品 展示了他作为一位大师级漫画家的卓越才华 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无论是从故事情节 角色塑造 还是从艺术风格来看 漂流教室 都看成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 C2一雄的艺术风格极易辨认 是怪诞与迷人的独特融合 他笔下的人物 通常以夸张的特征和扭曲的表情来描绘 既令人不安 又有一种奇特的亲切感 他不怕描绘人体的一切缺陷和怪诞之处 利用内脏和血腥来唤起读者发自内心的反应 C2的分镜布局也同样具有创新性 经常打破传统的网格结构 营造出一种迷失方向和不安的感觉 他使用戏剧性的角度 极端的特写镜头和突兀的过度来增强恐怖感 让读者坐立不安 他的作品尽管有怪诞的元素 却拥有一种奇异的美感 这证明了他对漫画记忆的精通 虽然萨图一雄以其恐怖故事而闻名 但他的作品中经常融入幽默和温情的元素 为他的故事增添了几分复杂性 他明白,幽默和血腥一样 都能有效地营造出一种真正令人不安的体验 他用幽默来误导读者,放大恐怖感 哈图的故事还探讨了同情 同理心和人际关系的力量 即使面对难以想象的恐怖也是如此 他笔下的人物尽管有缺陷 而且往往出于自私的动机 却能够做出善良和无私的行为 提醒读者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 希望也会出现 这种恐怖幽默和温情的融合 正是西图作品的独特之处 使其既具有娱乐性又发人深信 他挑战读者直面自己的恐怖